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股票市场最近坦白说有点悶 也没有太大举动 当然大股有很多举动 大股有什么举动我会在意 其实有两个 有一间大蓝筹 选择把股票拆势 拆势是一个很正常的举动 如果是世价股拆势 很多人会解决成是否把入场费降低 或是把面值降低 让人觉得股价便宜了 制造一些忌惑 然后去散货 很多人会对拆势在世价股方面有这个理解 但大家估计的拆势一定不是什么散货 散给街那么简单 大家估计也要计算到街可以购买多少购买力 你购极 拆势极 你引到的购买力 引到的资金也不是那么多 可能有些大的举动 拆势是其中一间地产商的蓝筹股拆势 同一时间政府本来可以收息 但在某一间他持股的公司上以股代息 结果变上5%至6% 大家都知道我说哪间公司 这反映着他看好那间公司的未来业绩 因为你收了息 政府不是很像我们 我们收了息之后 如果我再看好那间公司 我可以直接将那些息再推回买那只股票 但政府买股票里面有一个类似投资部的功能 又要过五关斩目障去正确认 为何你取回那些息 理论上应该是放入公帕 你取公帕再买股票 很难解释 所以你以股代息就方便了政府的增持 正常我收了息我可以再reinvest 但政府reinvest的成本一定是高过我们这些普通散户 所以以股代息就代表他看好那间公司 事实上那间公司的未来也有很多好消息 哪一只蓝筹大家都猜到是哪一只的话 黄军有些消息 其实世界股就比较静一点 所以今次就谈谈一些世界股个别的 即我不要开名 谈谈一些内地的新玩家 通常他进场的时候他会怎样做 因为开始都感受到这些进场气氛就越来越浓 话说我有个朋友都蛮资深的 可以叫前辈 叫朋友都可以 但前辈是比较准确一点 因为他年资多了20-30年 他在一间行里都做了很久 已经做到高层 同一时间 这间行亦都容许他带一些生意 其实他已经是做到类似投资家的角色 他会带一些交易给银行 同一时间 自己又出面接交易 亦都有些上市公司弄过又拿去卖 其实他都涂现了几亿十几亿 正面公开资料我看到 应该涂了几亿 他应该都说是十几亿身家左右 他已经是一个很资深的刁蜜家 但最近人事变动就离开了 其实这个人事变动 最近在证券行是很常见的 因为现在证券行是一种很重要的金融资产 又或者一些内地的玩家来到香港住宅的时候 他都很需要一间证券行的支持 什么意思呢 譬如现在大家无可否认 香港的市场玩家已经越来越少 大家都可能上岸 又或者去做其他事 都觉得现在香港市场都不是自己玩的 取而代之 就是越来越多大陆的新玩家 进来香港市场玩 大陆的新玩家进来香港市场玩 首先他都要认识香港的朋友 因为大陆要直接把几亿的钱搬下来 都麻烦 你要认识一些朋友 那些朋友是一些可以借钱给你的朋友 借钱给你之后 通常都是买几样东西 第一就是买一只银行 买一间上市公司 或者买几间上市公司 你自己好像在家公司 本身有个团队 有一班专业的人士 可能是有计划背景 有律师 有少少是私人银行 或者投资银行刮出来的 一些银行 组成了一个班底 然后可能去买银 买银行 如果那些玩家有意在香港的金融市场大展权 他就一定要买一只银行 如果那些玩家有意在香港的金融市场大展权 他就一定要买一间证券行 所以造就了我身边有很多朋友 突然之间人士大洗牌 证券行逆了手 老板不同了人 就是这样 因为证券行现在是一个很稀有的资产 而你做股票 你有一间in-house的证券行是方便很多的 你有一间证券行方便很多 你可以有什么做呢 首先如果你那只银行想搞什么公股配股 你可以肥水不留别人田 你可以自己一次个包办 第二就是你间行都会临时有些孖箭 可以借出来 那些又可以用来炒股票用 又或者第三就是你不一定只是帮自己 有些行之间大家是朋友friendly party 都会互相帮助 你可能帮朋友接一些货 又或者帮朋友搞财技 这些都需要行的配套 所以其实你内地玩家来香港 首先你要识一个香港的盲工足 或者在香港可以借到钱给你的盲工足 第二你可能买一只银行 第三你可能买一些证券行 证券行就是standardized 大家都知道是用那几个牌照 一一定是走不脱的 一是说你可以有一个证券交易的牌照 最好是大一 一有分小一和大一 大一就是再劲一点 你可以用到孖钱的一号牌照 可以做证券交易 四不是太重要 四就是证券意见 除非那间行你很想养着一个财员 否则你要四是没什么用的 因为不会阻碍你 不会帮你做事 但你养着财员的财员 财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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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本身很有魅力 可以吸引散户 很多散户会因为他而买那只股票 然后散货 否则财因通常都没有这个目的 刚才我说了某些公司的一条条 大家听到就知道我说哪间 不听到就算了 最后那间公司跌了九成 还有另一个价餐比较重要 就是资产管理的牌照 资产管理牌照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可以吸纳到其他资金 放钱在这里 然后你可以跟别人课训 可能去做一些特别的价格 例如再买一只银 投一些项目 又或者去炒一些自己或朋友的股票 但九号就不是太需要 一号就一定是最需要 四号就相对地不太重要 九号那样东西就看你自己的历史做得有多大 买着一个小狗去玩 大狗就不需要 除非你做一些分产品 你要去银行挂牌 你要做到那个历史 就像Fidelity Black Rock 你要做到那个历史才买一只大狗去玩 否则小狗一般都可以救一些新来的内地玩家 在香港那里做到很多 很多元的功能 除了这些证券项之后 还要有另一件价层 就是什么价层呢 就是一个财仔 财仔成立的成本就很低 其实你成立一个财仔 说你有个办公室 然后你收拾好些东西 有水牌 房房门什么什么 接收益又要放在这里 总之你都是跟随 收拾放债人条例 又或者警局和牌照法团要求你做的那一件事 建立了一个正式办公室就可以了 而你建立了这个正式办公室 财仔也有价有价 财仔半年前我听到的价钱是50万 但如果自己设置也不用50万 你可能装收卡卡 你十几万搞定 但财仔方便你资金去流动 去转一些钱 又或者你借钱给人 又或者借钱给自己 其他人类都方便一点 所以这是一个新的内地的玩家 来香港他会想建立的一个价餐 首先是你认识一个有钱的万公足香港人 第二就可能买一只银 第三就买证券行 第四就买一个财仔 而证券行和财仔 是有可能会注入入一只银 所以就腾腾呱呱呱呱呱呱呱 这就是一些内地新进的玩家 即是来香港有些基本的配套 及一些基本的价差 几路的新玩家都会走着这个套路 这个都是几乎正常的 这个就是大家在市场上 就会很自然观察到有这个现象 当你见到一些行业越来越成立的时候 有时你和一些行业的流动 你都可以透视到 到底一间上市公司 如何去营运它那只银 或者如何去搞财 今集就和大家说 到底整个市场的企业 是如何设置自己的基本价钱 下一次再和大家说 一些股票上有趣的话题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